慈激基金会与慈激护理系的教授还有学生们 针对原名的老人以及孩童 推动全人全家全社区的长期服务 深耕在部落推动医疗教育蔬食 希望能够平衡城乡差距 而16号在远东百货摆摊墓及爱心 买一份餐点就捐一份餐点出去 要把爱送到部落 102年到110年慈激基金会与慈激教育职业 护理系教授们以及学生 针对原住民老人以及孩童 推动全人全家全社区的长期服务 而在16号下午 并且前往远东百货公司摆设摊位 募集爱心 买一份餐点就会捐出一份餐点出去 宋爱到部落 带领我们素食小夜市所有摊商的食品 有乔治汉堡 乐狗 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 零零朗百木的一些素食 然后我们会往山区里面 花蓮的山区推广 那推广的同时我们也会在 像今天的大原版或是礼拜天的场地 我们也会做一些素食的推广 让人家觉得说 现在的素食真的是很不一样 不是像原版那么的白版那种素食 是多样化的多变的 宿舍小约市也在9月17号即将前往深山探险了 小约市将驱车从高雄台南一路带着伙伴们的食物 进驻花林山区部落分享健康美食 与花林在地蔬食餐餐合作 利用餐车行动的模式将多变化的特色蔬食带进远方的大山 让轮山部落 栗山部落 中型部落的乡亲们 感受到健康舒适的美好 记得继续花收到